你还真在这儿 死野人 我在外面蹲大牢 你在这儿吃饱喝足睡大觉 你 醒醒 醒醒 别动 别打我酒 我还要给零沙喝 喝了多少啊 起来啦 起 起 醒醒 不是吧 真的是你啊 脸上 你 这 脸 脸上 你快尝尝 这是我爹最爱喝的蜜酒 这个酒啊 他喝完不会火炎乱雨 而且 还会有一种飞上天堂神仙的感觉 你已经开始火炎乱雨了 看来这个喝酒是你得的你爹唯一的真传 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我爹他 他真的是剑仙 他不但救了柳伯伯他们一家 而且 他还能遇见飞翔 斩妖除魔 他真的是一个大英雄 这个对你来说确实是个好消息啊 你可尝尝这蜜酒啊 那个 柳伯伯 一个心灵干嘛写这么不正经的名字 嗯 我也在想 而且他还说什么 要让我给他当女婿 女婿 你答应了 我答应了 妈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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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就说了一个 哦 嗯 不是说让我听不懂的时候 哦嘛 我哪知道会有这么一出啊 女婿 女婿就是要娶他们女儿为妻的人 他堂堂一个限量 怎么可能让你一个笨蛋野人 娶她女儿为妻啊 娶妻 就是像我爹娶我娘那样 是这个意思 但是不一样嘛 你爹跟你啊 他们有一个相知相识的过程 你连那个柳伯伯的女人 他长什么样子 是个什么样的人你都不知道 说不定 他就是一个体重千斤 会吃人的大妖怪啊 怪不得叫柳千斤啊 我还听说 只要看他一眼 就要被抓进大牢的 我看就是你可蹲大牢 也不看第二眼 所以才找你这么个傻野人 娶她女儿了 我 我怎么就是傻子 就是傻子 好了 走了走了走了 拿水那件 快 还拿酒 你尝尝那酒 不是 走了 走 快 走